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好 大家早晨 早晨 早晨 來到星期四 生日快樂 謝謝 謝謝 不要快樂 Happy Birthday 快想 試快點想 有什麼生日眷望 講不講得可以嗎 試快點想 換了這麼久 講股 每天都是這些位置 可不可以跟足美股 對 不要跟足 跟了一半都厲害了 你看看美股 幾個指數接著是這樣破頂 但是港股差不多整個月 都在二萬五 附近這些位置 就是上下四五百點去動 那真是希望可以大一點 有個方向 嗯 一個願望 夠啦 大家賺錢還不好嗎 身體健康 當然也是啦 還有疫情快點過 明天的限聚令稍為放寬了 好像晚上可以出去吃飯 今晚不行嗎 今晚不行 明天已經下年生日 不是 明天補足就可以了 好啦 也好 明天補足出去吃飯 不過也要保持社交距離 都是兩個 家人 要分十台 我正在想你一家三口 只是我一家三口 你兒子 兒子自己坐在旁邊 哈哈 自己吃著奶 我們兩個可以自己吃 兩夫妻自己撐著桌子 哎呀 或者找我 找我陪你兒子 你幫我照顧兒子 我怕你不能吃 哈哈 哈哈 好 那我看著呢 剛才提到美股很厲害 是 S&P 標指 和納指 再創新高 記得上個星期我們做節目 才在說標指 差一點點 現在就對了 已經破了連續幾天 都是破這個 有史以來的新高位置 應該明天都再說這句 是嗎 這個歷史新高 可能連DOW都破了 應該也是的 你兩個S&P都能破到下一個DOW App的動多一點就可以了 就是了 推動DOW 因為最近科技股又來 那隻差不多要進入那隻 道指成分股 一隻軟件公司 兩成多 瘋了 真的 以往染藍這些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升幅 明顯大家的氣氛很牛 但是不知道他們的玩法 同不同港股呢 就是染藍之後 不知道會不會見光死 相對又好些的 始終美國那邊真的是 牛起沖天 就是你看過股 很多隻 其實不要說是昨晚染藍這隻 其實很多 無端端沒有新聞都升5-6% 就是不知為什麼 Shopify 這些都是 所以都很明顯 大家是很牛下 那我覺得也是那句 一來就 暫時 就是疫情那邊 其實現在大家都沒有敏感 你不覺得 因為美國的數字真的開始下跌 二來又真的又是那句 就是你越來越近 就是時間 你這樣過 一定會覺得疫苗又會出來 變相這件事 不是一個所謂大家有害怕的傷害 而且你看到近期 其實整個市 美股更加是 對數據是沒有反應的 即是你這些數據 可能還在反映著 現在疫情可能不太好 還要隔晚內用品訂單 數字超美 沒有人看 全部都很好 不好就更加沒有人看 好就更加沒有問題 你明白嗎 所以變相影響不到事 反而也是那句 就是衝憬著未來 始終一方面 我想看著 譬如今晚 Jackson Ho 雖然其實這個 其實期望不是很大 還有不知道 今年變成重點 以往 因為最近很悶 沒有消息 然後人們又在想 霸威爾會不會拿通帳目標 來做主題 就是調整這個 叫做平均通帳目標 變成這樣 因為如果一變這個東西 搬了龍門 就等於 有很多行李計 如果這樣搬了的話 至少來近五年 都不需要加到食 所以意味著 現在搬 就是告訴你 繼續鬆的 所以如果這樣算 為什麼市場 又這麼牛氣去炒 或者覺得可以推上去 某種程度上 也是 叫做小小賭 今晚這個講話 但如你所說 其實就 一來以往 其實 QE那幾年是比較重要 但之後 其實特別去年 都沒有人提 真是不知道 今年又翻出來 可能如你所說 沒有消息 過幾星期 其實美國那邊 都沒有什麼特別 重要新聞 再加上中美 又好像 沒有了一些新的東西 甚至乎 你看到中正監 主席方星 海都好像 又放寬了一些 和暖風 我們有個圖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宗消息 我竟然知道 沒錯 所以變相就沒有 這宗消息 為什麼會有個和風 像你所說 因為之前 和外交部有些不同 對 是啊 可能證監部門 大家很想 不知道是不是想快點 了解這件事 我說中證監 因為現在美國監管部門之前 其實 裁長無音已經出聲了 如果不合乎 美國審計標準的中國企業 可能要被迫 下令 除牌 所以你說 會不會是示好 吹和風 因為現在 Bloomberg 有一篇新聞 就是 方星海接受了他們的訪問 沒有記錯 沒錯 就是中國願意配合 美國監管部門的審計企業 涉及一些敏感資訊 那些企業 因為 方先生就說 現在說 中美脫鉤 有話題是 如果中美一旦是金融脫鉤的話 沒有人是得益的 那一定是 不要說 美國中國兩邊自己受累 全球都受累 可能 所以一定是 最不想見到一些 所謂脫鉤 或者 這麼極端的一些做法 這個一定大家不希望見到 雖然說是會這樣說 但我一定會這樣說 但真的大家不希望見到 所以你說 部份來說 特別好像 方星海 那樣 說回一些 比較溫和的做法 其實都很正常 大家都說這件事好 就像你所說 最終如果真的傷 大家都傷 他這次來說 當然是 這個訪問都見到幾多 因為他的言論 措辭方面 真的幾溫和 幾好 他的英文都很好 很厲害 很多 座語詞 那些 adjective 都可以用到 還有 他都說得很明 就是像你所說 因為本身 去到夏年年尾 即是後年年頭開始 如果在美國上的 中華企業 不符合回格準則 就要脫牌 對 變相可能 方星海就會想做幾件事 一來 就說 不如去行一些所謂的試點 你選一部份中華企業 去查一下 去看看 那盤數 但是像你所說 有些所謂 所謂的國家民 那些資料 那些資料 會照樣調整 但是這其實是國際慣例 不是因為 怕什麼什麼 而不讓美國去看 很多國家都是這樣做的 所以他都說這些方向 當然 你問行不行 最終怎樣就不知道 但起碼 就像剛才自己開始說 就不是好像 之前 例如外交部 或者美國自己 兩邊 所說的言論 那麼強硬 即是 不斷在互相揮權 那時候 所以這下 比較溫和 又是令市場 比較安心 所以 又是沒有了炒作主題之下 剛才提到 為何 今次大家這麼看重的 Jackson Ho 都會是這樣 我看到這篇報道有提過 方先生說 都有主動聯絡過 美方那邊 審計那個頭 希望大家 不知道他撥過兩人還是視像會議 現在一定要視像 是嗎 飛不到過去 也好 不見面可能 傾談 火藥味沒那麼充 沒錯 我也覺得是的 但是 別人說 沒有回應 完全沒有反應 吃飯糊 對 不知道整件事 演繹是怎樣 但是 這個是金融的層面 因為我覺得 中美角力已經分幾層了 貿易也算 流禍了 其實不用管 沒有人看 然後到金融現在 願意想 傾和 當然是科技 不知道怎樣 還有很多消息是TikTok那些 不過很煩 不管了 現在最新是說Softbank 也有願意 也不知道 也有新人進來 也有新公司舉手 好像很多人都想買 欸 秀田沒有人監 通常都是這樣 好 還有一個 最近少人看 但是我想 今天應該也很多人看 就是南海 嗯 其實 不知道前日還是昨日 我看新聞已經說 美國有一個戰機 已經在解放軍 一個禁飛的領域上空 好像說 現在 現在 美國是先出動 制裁24間 參與南海見到的企業 即是 中方在南海見到人工 在那裏參與建設 這24間公司 當然 一定是中資 嗯 而當中 有部份 是來自中交建旗下的子公司 我暫時立的領域 我都是認識中交建 即是如果跟港股有關的 沒錯 對 影響又是怎樣呢 這裏會不會是進一部演繹 發大中美角力 暫時 這個當然是一個潛在風險 即是說一句 南海的問題 或者大家不斷團重兵 好像準備擦槍走火 甚至乎 甚至乎 連一些當地企業 一些業務都要制裁 嗯 這個一定不會是一件好事 就是 一定是有這個潛在風險 在那裏 但是問題就是 暫時來說 對整個市場 整體來說 是不是一個很大的影響呢 那又未至於 但可能部分企業 譬如現在 中間看到股價 這些部分 可能跌下 其實很合理 情況有點像 譬如過幾天 我星期前的騰訊 你也是向部分企業 可能會令企業的股價 或者表現差一點 但是 對整個市場 又未至於太厲害 除非真的去到一個 實際賣雅階段 或者打的階段 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暫時來說 就未算太擔心 兩方面 一來它又不像騰訊 是藍籌股 對於大市方面 沒有影響 沒錯 第二個 它沒有騰訊的科技股那麼厲害 那些基建股 不知為何 炒來炒去都是殘得不得了 是 即是像別人說 基建的需求會大 即是水災 但它也沒有水泥那麼厲害 說了幾年 這個真的是 基建加碼投放 對一些 即是 內地基建股有利 股值有便宜 其實說了三四年 但是 說了三四年之後 股價是 一年低過一年 即是那天才慘 所以去到這些位置 股價這麼弱 一來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剛才師傅 還可能賣下去 即是新加的沒有什麼 我不知道舊的 有沒有人拿著 但新買都沒有的時間 變相受著這些新聞來講 你會不會因為突然間 而好擔心 又未接於 所以我想對整個市況 真的方面來講 真的未算太大的負面影響 是啊 其實看著A股也好 港股也好 都偏悶 當然 我們這個星期 也要拍一個期子結算 港股 其實也是找你講的 我不明白 有些人說 過一期結算後 方向就大 當然也是 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 其實也是那句 沒有說 對 接下來幾天會發生的事情 覺得放下去 過了一段 就會清晰了 就會有機會這樣 所以 當然 暫時指數 特別是港股 悶的 但是悶得來 我覺得又未算太差 始終 說真的 都押在25,000樓上 都比較長的時間 雖然 過去那星期 曾經有一兩天 是落到25,000樓下 但是 起碼都很快上來 所以 拉雲來說 特別是過去這兩個星期 基本上 都是絕大部分時間 在25,000樓上 而 說真的 25,000樓上 我覺得是一個 短期的市場所謂分水嶺 因為上下位 大位 250天線 25,800 下面 大家都認識 100天線 大概24,56 整體來說 大概123 差不多 中間位 25,000左右 當然差一點 但是25,000 是一個很關鍵的分水嶺 你繼續站在這個位置 都是區間的上方位 我覺得 其實勢是不差的 只不過 在等誘因 可能有一個衝穿 或者向上突破的意味 所以 第一站 都是看著25,000天線 再慢慢看高一點的水平 有幾個朋友跟你說 謝謝大家 大家身體健康 我看到市場跌多了 你可不可以幫我看看 藍籌股之中 有什麼移動 我先看看A股 其實A股 就不是很動的 雖然 高開之後 現在倒跌 但是跌一點 6點 上正 報在3322點 其實他們行的範圍都很滿 有些公共的3,300、3,400 在增持 今早上 都要看看 數據 內地7月份 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利潤 看著 它公佈的數字 是升19.6 是嗎 然後 好過前值 前值11.5 我看一下 總之都是報復式的反彈 是啊 因為這個增速 你計算一條數 大家加減 就是比6月份 加快了增速 8.1個百分點 還要連續三個月有增長 而且 逐月加快 對 而且 放水 其實內地都是這樣 保持有些水道 除了是逐做MLF 要放多一點 今早早 其實都做了7天的逐回舊 看見利率持平 維持在2.2的水平 規模 大約是1000億 最近大致都是這樣的 當然利率就預算不動 無論是OMO也好 或者MLF也好 這個訊號比較大 又令大家害怕 是不是很明顯有放水 又說到大水馬館 所以利率一定不動 但如你所說 在流動性方面 即是淺的方面 就會稍微有些偏鬆一點的調節 即是太鬆 內地也不會 剛才那段強調 他也說了不會大水萬灌 而且你看到過去幾個月的做法 他也很不同 環球其他央行 其實美聯儲所有 都是去到盡 有多盡 無限QE 要放入 放什麼都放的 但內地其實 就算在3月那一段 就疫情最嚴重 市場最差 經濟最壞 也好 其實他們都是逐迫逐迫去鬆 即是不會見到很明顯大放 所以那一刻都沒有 我覺得現在來說 其實更加沒有需要 是很大力去做 沒錯 所以如你所說 只是會在額度上說 可能是比預期到期資金 抵消完、充消完之後 再放多一點點 令到整個市場的流動性 有一定的程度在這裏 所以這樣說 一來就不用預期太鬆 二來都更加不用預期 大家會說的 譬如鋼準 淡色那些更加不可能 所以其實A股也有少許 就是因為在貨幣政策方面 只是適度地去鬆 變成炒作又真的不太多 所以相對來說 又是可能在高位 叫做整固為主 但是勢力也不差 所以對港股來說 我想也不算有太大的拖累 所以港股有機會提到 就是繼續在這些區隔內 叫他喊喊喊喊喊喊喊 真的等剛才提到 譬如Jackson Hall也好 又或者大家經常覺得期傑也好 即是過了之後 可能方向才慢慢再明冷化 是的 然後市場下跌了165點 先補充剛才的逆回舊操作 沒錯 今早上進行了1000億 逆回舊操作 但留意一下 其實今天是有1600億的益回舊到期 即是正回籠 正回籠600億人民幣 是的 而且銀行也說 27日將會開始50億元人民幣 這個央行票據匯援CVS的操作 什麼事啊 183點了 晚一點可能又上回去了 你幫我看到那些籃籌股 都是本地的東西 最差的行動地產 然後匯豐 這兩隻就是本地股 但不是很同一個板塊 即是你的地產股 雖然普遍都是跌 但有些都不是跌太多 不如橫機跌0.6%那些 所以都反映到 不是說有什麼特別的新聞 可能令某些sector 某些板塊一起卸 可能整個市場都借小 又可能先整個一下 說了它都是百多點 而且過去這幾天 其實說是悶 或者最終埋單計 都是在這些位置去收 但日內又不是沒有跌過 昨天也是 曾經試過跌百多點 但又跌上去 所以我想今天來說 暫時這些位置 都已經一般 跌幅 就開始過太近了 但我想先看著 而且剛才提到大位 始終255這個位置 都沒有穿 即是還在區間上方位 在樓上 那我自己看法上 看一看 還不是太擔心了 嗯 好 當然 騰訊 幸好就跌不太多 過半 550元 但過時賣向跌幅 200點 剛才過了200 現在又少了 對 都差不多了 200點過程 我們炒股就不炒市 最近也是 剛才20元 就是1810 當然 不用問了 已經修復20元以上 看看圖片 顏值 顏值方面 但它修復上市 之前 還未 最高差一點 上市價又上回 最高時是22 我記得22、23 22.2 那有沒有機會可以靠 顏值推動呢 不 那業績這一刻 是否立即衝穿 又未必 因為那時候還有一成的距離 但是你說衝穿 就一定會 因為始終當日上那一刻 你可以說 當時大家一看它 看得太高 那一刻 股值又比得太高 又炒得比較過龍 但最終買單 只是賣電話 那一下就 一聲射回來 但到兩年之後的今日 始終它的業務 明顯地不同了 雖然你看大作還是靠賣電話為主 但賣電話以外 其實它發展了很多東西 一些IoT 一些其他的科技業務 那這些是 雖然未至於貢獻到很大 或者比重未至於蓋過電話那邊 但是開始回帳 所以這些因素 有這些業務在這裏 已經不是太擔心 還有像你所說 這次業務真是漂亮 對 本身那些人都猜 就是剛剛過去第二季 可能很多行都預期 就是經調整後的日利 按年都要跌平均三成半 但是它的平均只是跌7 現在按年只是跌7 7% 其實只看大數 已經是比市場大家預期 再加上當中的細項 雖然剛才提到 還是在賣手機那邊 但是手機呢 你看到無論是軍價 按年和按季 都是繼續升 反映到幾得益度 它逐步逐步推一些 譬如5G機 推一些可能偏中檔一點的機 這個是帶到軍價回來 而軍價升 其實對無力率是有些幫助 這個我想整個大數來說 其實基本上 你可能看這些業務 全部都是叫好過預期 都幾多 而剛才提到IoT的業務 或者家電的物聯網業務 當然金鑽就一般 但是這個是 疫情影響 對 因為疫情影響 其實我想影響政策不大 始終都是整個新大圈 就像大家用蘋果那樣 你用了它的Service 你可能之後 很多東西都是用了它的東西 配搭它的東西 不會走得掉 其實小米想做的效果 都是類似這樣 所以我想長線來說 其實是會看得好 所以自然的股價 雖然今天衝得高 當然不排除短期 真的會很急 由宣布染藍 那時候15元 上至20元 上升至5元 又多 可能整股1-2元 2-3元 不奇怪 但看法沒有改變 我想中線去看 但是要像你試分兩年前 上市後的高位 22-3元 甚至會再破上去 我覺得機會是挺高的 是 看看盤數 第二季度 它的純利是 按年升1.3倍 因為這些科技股 也要看浪夾 非會計通用準則 這方面 純利是按年下跌7.2% 但也比市場預期 剛才Rafit也有詳細解釋了 收入按年升幅是3.1% 毛利率也有略為提升 看著智能手機部分的收入 在第二季度 按年下跌1.2% 沒有辦法 因為疫情 但跌幅應該比預期至少舒服 除了疫情之外 特別是印度主要賣 印度也是疫情 但是她說到就是 她提到印度 這次 但她沒有刻意提到中印的關係 可能她也不知道怎麼說 但是 我想7月份 如果以疫情那邊來計算 隨著慢慢解封 她也提到印度那邊 其實開始賣回 提升回 這些單位也去到疫情前一月的水平 雖然還沒有上去 但也有七八成的位置 所以如果以撇除中印關係 當然政治因素就很難猜 但如果真的在當地買電話 等等的時間 似乎我覺得最壞的時間 是真的過去了 所以我覺得 剛才提到那些新的業務 那些可以估值高的業務來計算 其實對她的看法 我自己是挺正面 的確她沒有提到中印的關係 只是疫情 沒錯 因為印度3月份 實施了比較嚴格的封鎖措施 小米提到 對於他們的銷售造成比較大的影響 但我見他們看 印度市場的智能手機銷售的情況 都預期下半年會有一個機遇 因為她說有些節日的十勝節 即是勝利的 類似當地的6100 即是大陸的6100 她說可以刺激當地的銷售 那叫大家不用太擔心 是真的嗎 也是 始終這些特別的零售節日 一來你預早會有更多的折舊優惠 這一定會令大家有意欲去買東西 而且如果你說過去這幾個月 特別印度當地都是有些封鎖封城的措施 那你一旦現在慢慢解封 配合這些大時大節的銷售節日 那個消費要更加之窄 其實我們也是 你對上第二季解封完 你看到6100 也是很誇張的 即是那一刻的報復式是來得更加報復的 所以我覺得 對上小米的銷售方面來看 是有些衝勁 嗯 OK 那中金其實在業績之後 都提高了小米的目標去到$30 他最牛的 但很多都過$20 之前本來是十多元 全部都加了$5至$9 去到有些$20 他的原因就是說 看到小米在明年 2021年轉入全球前三名 那現在第四也不辦 當然他跟頭三位有些距離 就是啦 但是你講真的 但你要打到第三位是誰 頭三位一定是蘋果 對 華為和三星 華為三星 他的意思應該是華為被扯下來 因為華為有一個制裁 9月應該沒有晶片 所以怕華為出不了機 變相對一些浪地brand 例如小米、OPPO、VIVO有些幫助 就是拿到一些份額 所以我想都是這樣推算 令到他覺得 小米那個市佔可以上去 當然不排除 始終你華為機 如果真的做不到 或者大家買不到 可能有部份 真的留下 剛才說的幾個內地品牌 但是本身 這幾個內地品牌 例如小米、OPPO、VIVO 其實那個手機的檔次 就不完全跟華為 華為是高端一點的 嗯 所以是否完全拿了 其實就沒什麼可能 我想會分到部分 例如華為本身 中低檔機 有些可能會留下小米他們身上 所以是有些幫助的 還有像你所說的 這些全球手機銷售的排名 其實都是計算量 但是這個不包括利用率 不包括利用空間 你買得多便宜 買得多便宜 便會減一步 變成量 不是沒有意義 但是是否這麼重要 是否真的第三、第四 和第一、第二 真的這麼大的分別 反而是看盈利能力 如果你說買得多便宜 你會賺得多錢 這樣便宜 但如果你買得多便宜一步 其實我寧願你不要買 所以我想這個是有一個憧憬 但是正如剛才提到 始終小米除了一個量 可能越來越多之外 它真的都有在檔次去著手 所以今次你看到 手機銷售的軍價 其實都是有升的 所以這些算是有幾正面的方向 先走 升了一勝過外 手機銷售的軍價 估計現在都9%差不多 但我沒有貨 這些位置就不要追著了 不是 很不舒服 這麼高位 沒錯 有貨先保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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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保持住 當然你這樣說 更加低的就更加沒問題 最低的10元 不要那麼厲害 你現在一倍 就算不是的 可能正如剛才提到 過幾星期前 15元的環區 更加不用走 我也不預期這一刻 會馬上回到那些位置 就算是大家害怕 應該不會降到那麼低 所以那些位置有貨先保持住 但也一樣 跟幾隻的升級制股 應對方法都遲 我想去到這些位置 說真的 再有多少數位上 大家都猜不到 可能繼續爆上不期 可能有個整固不出奇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低位 買東西的貨是多的 那你先保持住 那你先保持住 看看有沒有機會 整固回到 大概18-19元 然後再多買一點貨 那你會偷到一個多兩元 那我覺得這樣的做法 比較合適 好 那暫時小米都升到 8.8% 20.8%都保持在高位 另外新經濟加上金融概念 要眾安在線 都很聰明 一成啊 48.4% 真的有驚喜 沒錯 半年上你升到4.2倍 即是光看大數已經可以 嚇死人的 對 嚇到暈倒 那當然它一來基數低 所以就很容易做到這麼大的升幅 但當然也要讚 起碼也能升得到 那說到你過去這半年有疫情 那它都能夠做到這樣的表現 是強的 那我記得本身它的定位 都是互聯網保險 那現在就不同 一些傳統的保險股 可能要有經紀 是 要出去約一些客人 去談 去承先簽署單 它有不同 它是真的大家很簡單 上網買都買到 那再加上它買的保險 都是經常說的 一些比較簡單的 一次性的保險 例如車險 那些家居險 這些物體 那所以更加是 不需要這麼 就是審查的 那些東西 那所以真的可能上網買得到 那所以形成的增長 是挺厲害的 嗯 那還有金鑽呢 它就相對 雖然那個 綜合成本率 還是100%過外 就是看這個 其實看這個數字都重要 因為這個就反映到 究竟它什麼時候可以實際賺錢 那當然金鑽還是100% 流上 103%左右 那但是對比之前 大概差不多 約110來看 都是在回落 那這個方向又是挺正面的 就是潮州的正面方向回落 那所以業績 真的都挺帥 那變相股價 今天這樣夾上來都很正常 那還有那個圖 是挺漂亮的 就是你不要說我 就是6月尾7月初 那幾棍斜上來之後 之後那個零月在大概42元打了環底 是 但是當然之前也有一個下降趨勢 就是下降三角形 那你今天其實有一點突破了這個三角形 那所以我想只要短線來說 不是說落大概45元以下 這個三角形那個末端位以下的話 其實是繼續應該上的 那所以我想有貨也是不妨拿著先 嗯 如果沒有貨呢 如果可以繼續上的話 是否都可以少住 沒有貨其實這些位置都可以追 我真的像你所說 當然一來駐馬上 可能自己控制 那以來價位上看 這些位置都可以駁得過 那比如剛才提到 如果定一個止蝕位的 你擺到45元左右 都是輸可能兩三元 那你真的跌穿這些位置 你考慮才會離開它 但不穿的話 至少看看有沒有機會 試上去之前的 那些七月頭的高位 我想用那些位置 做一些 不要說太長線 可能一些中暖性的目標 我覺得那個機會性都挺大 OK 業績的還有保險股國壽 但是它是跌的 完全跟這個縱安在線不同 為什麼呢?我們休息一下 一會兒回來再談 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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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的財經標點 今天很多消息 嘉賓的分色 你要退的了 對 你沒有理由 沒理由這樣保持著它 當然還會解答你的投資問題 其實自從第二季開始就頗熱查 星期一節 港股交易日 早上9點3 我有指明 和你開始休先看 字幕開啟 Hello 回來的節目時間 剛才我按過首顏尾團點評 不是 剛才咪後不是有一個很可愛的推論 你們按我們的鼓價出來 金碟升到6.2% 金山軟件 又是4.5% 又是幾個 不知道觀眾有沒有留意到共通點 4.5% 我們的推論就是 我們節目開始講過 算了 沒人來我們 沒人來的 Salesforce 美股Salesforce 升兩成多 推不住這批股份都升 為什麼呢 金碟也是 因為大家都是做CRM的業務 是 應該有些關係 變相是好的 至於金碟過去這幾天 價格都弱了一定水位 不知道突然間都弱了幾天 所以今天要彈一些也很合理 除了關美股Salesforce之外 其實剛才很有趣的推論就是 小米都可能有關係 金山當然有關係 小米和金山都是同一個老闆 大家都知道 雷軍 小米強很多時都會帶金山上來 而金山和金碟也是 大家經常覺得 在新經濟股裡面 軟件股裡面 是兩隻貓布 是的 很多時金山升 金碟就升 所以都可能有些關係 但是整體來說 這些新經濟股 即是科網科技 軟件等等都好 趨勢上還是偏強的 這個沒辦法 或者反過來 就是很明顯 調到市場為止強 就算是市場 好像今天一樣 稍微跌了100% 也好 你看到這些股 其實普遍都還在升 所以我想 都是那句 大家的投資料裡面 怎樣都要代回兩隻 就是代回兩隻 就是代回兩隻就沒有死了 變成 我覺得會對整個 就是 投資方面來計 會比較好一點 當然 就是叫大家拿兩隻 不是叫大家現在才入場 有很多都好 那些很高位的 說實際上它就不太值得 現在衝下去住 但是如果你說本身 是已經低位拿下來 上到現在的 那跟剛才說 小米策略差不多 我想走完又不需要 始終很難 預期這些科技股 會下一些很低的位置 給大家買的 所以你說部分 可能吃些糊 減一下磅 可以的 但是就不需要走完 怎樣都下貨底 會好一點 嗯 還有我想整個 科技股份 最近炒作 當然它自己有額外的消息 另外會不會衝敬科技指數 的ETF 測物出爐 明天 明天已經上市了 那就是一隻 35033 來自南方東鷹 還有我看到它的最低 投資金額 入場費是千多元 好的 是千多元 還有它頭十大的權重股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科技指數 就是科技指數 包括美團 小米 阿里巴巴 騰訊 信譽 京東 中芯 阿里健康 金碟 和平安好醫生等等 這個衝勁 我不單止它一間 接下來應該陸續有來 因為我看到媒體都已經 索到封 另外兩間 部署 是否可以帶起 這次科技的聲勢 一定是好的 始終這群科技股 即是以過股去講 即是阿里米團 騰訊 小米 拉埋 京東等等 所有 其實說真的 全部的股價都是高位 入它回 都是高 300元 所以其實都算是高位 而且高到這些位 每一隻的入場費都不便宜 即是有些都起碼慢慢的計算 有些其實去到層上更加5萬 所以你說有這些的ETF工具 可能特別是剛才的入場費這麼低 千幾兩千元 幾千元 風劍由人的話 這個是會加大了吸引性 甚至乎 始終它追蹤是整個指數 正面上 整個科技指數裡面 三十隻成分股 不會說一天三十隻一起跌 所以 拉雲來說 風險角度來計 會比你投資過股 可能就是怕 譬如你突然買了一隻美團 可能它突然一天 對回你10% 那好過 即如果你持有ETF 或持有科技指數的東西 可能就跌幅會少些 所以相對又會是 安全性好像高一點 所以我覺得 有它的吸引性 所以你說 部份來計 如果你說買不到證股 或者未買這些證股的話 可能留意省 留意這些ETF 都可以部署一下 有人問說 沽證股買這些科技ETF 會不會 那又不需要 即是你意思是沽證股 即是做淡 不是說本身丟掉那些貨 如果你本身丟掉那些貨 就不會覺得不需要 即是如果你拿著證股 我覺得不需要做 即是丟掉貨 但你說 反過來 是否做一些 譬如你 假設可能騰商 美團 你這些 你做過PUD 做過體淡的話 而另一邊商 又買回ETF 我覺得又不是完全對等到 因為剛才提到 就是你的ETF是成男子的股份 但你沽就沽個別一兩隻 除非你選中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就未必是完全做到這個效果 反而會怕難拆 或者難搞 可能的槓桿要大了 所以我覺得暫時 就不是太建議這樣去考慮 而且始終科技股 雖然剛才不斷強調 很多隻都是一個股價高位 但有幾可真是會大跌 因為始終本身的盈利能力 真的很強 你看我這一圈 剛才說的小米好 再拉之前的ATM也好 全部業績都是比預期好 甚至京東也是 更加強一點 所以你在業績這麼強 盈利能力這麼好的情況之下 再加上來 也沒有預期 他們的盈利增長 突然放慢得很重要的時間 但無端端是沽 我覺得就不是太建議 跟他說的 是沽出證股 所以我解釋一下 我覺得更加不需要 因為沽證股 剛才也說的 就是你可以部分食碟 可以的 那你可能將食碟後 部分的錢 就真的買少許這些ETF 是可以的 但是我說 你拿著證股的貨 怎麼都要留下貨底 我想兩者的方向 都是偏好那邊 看會機會性大一點 所以你可以部分食碟 但是走就不需要 OK 那我看到騰訊 這樣按中這版 有網民問 就是問 是不是轉藥了 可不可以加註 什麼位 加註就是他本身有貨 轉藥都在550元 其實都在他的頂 增持 所以大家對他的期望幾高 不破頂已經當是藥了 真的慘 現在潮流輕要破頂 就是阿里破了 就是阿里破了 但是螞蟻在阿里那些利好消息 對 因為多些 而且他本身是阿里之前落後一點 那你反過來想 當天騰訊破頂的時候 你又不說阿里是這樣的 就是一樣道理 所以我想是一個先後的問題 但是還是那一句 就變相趨勢上去 其實也很強 所以我想這個問題不大 還有騰訊這一段 不太升 始終 股價真的衝得很急 那你要反映的業績 業務所有的東西 我覺得在現價 目前來計 都可能反映了一部分 絕大部分 而且始終他仍有著 美國的制裁因素 雖然之後見到 就沒有相中那麼嚴謹 但是你都懶防這些風險 突然有一兩天 又拿出來說 那雖然整個股價 近期就相對於阿里 相對美團 相對京東 小米 是為之慢的 可以這樣說 但其實勢不差 雖然短線 雖然還未破頂 但是還是跨在500-560 這60元一個環區間 那你現在說 還在一個區間的 差不多上面位 所以其實是等著 一些誘因去破 我想如果一旦 反過來說 有些好消息 是在騰訊身上出來的 其實一旦衝穿到 這些500-6 這些位置 站穩的話 其實只是看回 量度區間 記錄60元 給他 真的到時過600元 是大機會的 所以對他的看法 我自己不太擔心 只不過近期未必即時升他 先 另外有網民問 981 很久沒看他了 中心 中心 他26元有貨 是 現在正在捱 但是他的勢 是慢慢向下 是 所以剛才 正在捱了 因為始終 不過他24.1 這個底 可不可以穩固 因為今天也是試一試24.1 但幸好 他26元賣賣 又未算太高 比三十多 比四十多 更可憐 所以未算太高 但如Yumi所說 現在這個位置是頗關鍵的 因為今天下來的位置 拉過去看 都跟七月尾的低位差不多 如果這個位置大概24.5 這些位置附近 是站穩的 可能兩個底 就會有反彈 甚至乎RSI方面 等到幾超賣的 去到三十多 但是 如果你說 連這些位置 都真的一打就穿了 兼斥 都看不到 咬上去站 那就可能真的要小心一點 因為如果再下跌的話 當然 可能我下跌得很深 下跌20元 不是沒有這個機會 因為他是20元起步 即是當日炒回A 炒成的時間 但是當然 我不是那些 一下子去到這位 譬如一旦穿了 現在24.5這位的時間 可能下跌大概 一百天線 才在二十三元附近 除了你二十六元買 我想你最準確 定住二十三元做個指洩 一穿就先走 好 另外有人問 都是ETF 不過是跟恒指反向的 7500 那他就說 他昨天入了貨 恒指向下到什麼位左右 他就六個一買了 嗯 我想就 昨天入也OK 這幾個指洩 總是現在跌到二百多 即是賺一點點 反向的槓桿兩倍 但是 剛才一開手都說 現在大家做這些 即是體淡部署 好 當你只是體淡 不是對沖 或者什麼 那不要覺得 事情會大塌到 好像三月那一轉 沒有這個機會 基本上 那事情不會那麼差 所以 就算看下去也好 我想都是一些 區間性的上落部署 所以 別上這一轉 如果你真的看下去 先提到一點點 就是二萬五 我想二萬五是第一個位置 如果你看到指數 落到二萬五邊 而它不穿的話 我想到時 這隻7500 可能吃一吃 壺先走一走 才會好些 但當然 如果穿就另計 因為穿了 下一步 就不斷說 一百天線 所以我想暫時這兩個位置 二萬五一百天線 會是你接下來這兩檔 要看的一個 向下的目標 其實這個位置很尷尬 現在和大選前夕 其實你不知道 想不到 因為特朗普已經把中美 放在他的agenda 很前 雖然大家總是覺得 特朗普是會搞彎 就是中美 但你問一下出來 是不是真的這樣 或者市場是否一定 負面的 不一定 變相是難猜的 所以你可以做這些部署 但會定位 所以我自己反而覺得 向下才提到 二萬五和一百天線 目標 反而上面來說 你就可能定 不要去到二五零天線 才走 我想就太遠了 相對來說 定回近期 大概二萬五千五 一旦升回二百幾點 變回今天不用跌 可能去到那些位 二萬五千五 應該和你買到隔壁差不多 到時可能考慮平手 或者少少少去走 才會好些 好 那我也幫一下網民邦尼 買了一隻 水泥股1313的 十一個六毫半有貨 那又怎樣看 好啊 這隻雖然買的價格 算高了一點 但至少業績 別人就交到功課 不要說是他 其實這一轉的上泥股 業績都蠻漂亮的 如果以舊經濟類別來計 上泥股算是過去半年 都做得蠻好 那甚至下半年始終也有個衝勁 例如你利益地的基建投放加快 甚至乎上泥價格 都預早會上回來 那所以我想對上泥股 或者潤來來計 看法上我覺得屬於正面 那剛才只不過說到 股價可能他買得屬於高了一點 那所以暫時當然賺了一點 但始終如果現在定一些指賺 或者個人的事情就很難定 就是你賺了兩三毛指 很難定指賺位 那反而我也是那句 就先擺著指洩 大圍11元 即是你見到前幾天 那支大圓竹上來 就突破了過去11元的環頂 所以你可以定住11元做個離場 如果跌穿11元 可能就輸了幾毫子 走去算數 否則反而繼續拿著它 那向上來計 我想有些機會 可能試一試大概12.8至13元 做一個可能中短線的目標 是啊 還有我見 我今早有看一個新聞 就是內地的網媒 都有看到水泥市場 快要全面進入旺季 而水泥價格 就上升範圍 可能會擴大 嗯 會不會再令到整批水泥股 不單止潤泥 安徽海螺 建材那些 再沖多一層 不奇怪的 始終有個水泥價格 剛才提到 就是過去半年有疫情 但其實如果按照按年 我計算是全國 當然各個個別地區 水泥價格也有不同 但如果是全國來計 直至上個星期來講 水泥價格按年 都只是輕微跌了大概4-5% 其實不是太多 但你反過來想 就是今年是有疫情 很多事情是停了 或者不能做 但都只是輕微跌幾% 其實算是硬正的 那你都反映回 就是當第二季回來 一動工 其實是馬上回價格 嗯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說當下半年 是沒有了這個疫情的影響 所謂正常回整件事的時間 我覺得上來價格 要再上一些 不要說高於去年同期 可能去到去年同期的位置附近 其實這個按月的便幅 都是扯上來的 所以對上幾隻上來股 我覺得都算是一個 很大的正面推動 還有它提到 有關的報導 提到 就是上來旺季 就是九月份 就是下個月便來的 通常都是第三季尾 第四季都是這些 是 好 看看其他上來股份 暫時版面上 就是華洋上來 就靠穩的 升到六個C 接著海洛也是靠穩 至於3323 反而它要跌4.1% 為什麼呢 這隻就 這隻就見不到 但是說真的 你給我選擇 都不會選這隻的了 因為其實本身 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 它真的比較大槓桿 還有它之前炒作 並不夠重組 對呀 那天又特別急 如果這個真是 減回本業 一定是養泥和海螺 那比較合適 那 還有圖也看得到 就是你的建材 其實是慢慢下來的 再加上今天這一棍 都穿了 就是剛剛原本這個月的低位 那所以 似乎還是在找低一點的位置 那不排除可能 挖回到十元邊 附近其實不奇怪 那變相 這隻就不是太 但是自己來說 一向都不太喜歡這隻水泥鼓 OK 有網民問 內房的1813 沒有貨 可不可以進 1813 我覺得 這些位置 其實就不是太 建議住 對呀 又是很高 其實升得很多 那 甚至乎 說到你的內房 我覺得這麼多隻 其實是不是每次要選到這隻呢 我覺得又不是說 有什麼特別大的賣點 但這陣子是選他 要不就是選世貿房 對呀 那我亂選世貿房 就是說他 因為世貿房的業績 我之前也有看過 是真的挺強的 那 所以 如果你選擇 我覺得那隻會好一點 但是這隻來計 我想如果你真的要選 因為要部署 不是不行的 但是就純粹看圖造 你這些位置如果真的駁了上車 我想你最盡定回 就是12.5 即是50天線做過指示 因為你過去特別3月 就是插完那一轉 4月開始 跟著整個股市一起彈 就是看到他 從4份開始 都是守著50天線上 可能5月尾試過穿過下跌 7月尾試過穿過下跌 但是兩轉都上得回來 所以我想你如果這些位置入場 你定住指示 放在大概12.5 即是50天線左右 穿了的可能就走 不穿的就是他繼續放上去 繼續放上去 先放上去 OK 再看看剛才我提到的那隻小貓房 今天呢 今天就大陰燭 對 陰燭2.6%跌下來 但你估計很厲害 對 不知道他遲下的分拆 也有多概念 對 到時候會怎樣 嘩 嘩 嘩 那個觀眾 Jack 不停問3339 我剛才說真的跌很多 兩個六有貨 他就問 要不要止蝕 等一下 兩個六有貨 說真的 暫時來說 最主要是業績因素 對 其實看大數不是沒有升 它增加6% 但是就比較 比預期為之少 因為第一 當然你說這些重型機械股 你說過去的半年 都是有受疫情影響 但是很大於去局限第一季 第一季來講 內地就停了 那些起業 那些經濟活動 所以你說第一季 就預算了 但是第二季 剛才反過來 就是會有一個很明顯的 反彈 因為又開了 其實是一個生一個開 所以第二季應該會更多 甚至這些開工工程 理論上是會追回一些進度 所以如果以拉雲來說 半年都只升了6% 其實是比預期為之差 所以你說股價 今天就要跌 都是在反映這件事 如果你說大概兩個六有貨 一來 我想這些位 你可能看一看 大概兩個三號七 兩個三號八 就是 能不能夠站上去 這個位 因為就是剛剛 之前這個月的低位 那我想站上去 就未主形成一個 再是下一輪的格局 但是如果這些位 現在穿了的話 真的向下部 可能就試回兩個二號半左右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貨 一手兩個六 我想你先看著 今天或者短線 站不站上去 剛才提到236 237樓上 站得翻的 我想就可以拿著它 但是不行的 可能先走一走 好 那這裡也要看 那個重要位置 就是最近的低位 我們再追一下 其他那些業績股 其實我也補出一句 中國農工 為什麼會跌這麼多 大數方面 就是多賺6% 但是毛利率 我想重型機械 都要看毛利率 他們的毛利率 下跌了0.35% 到22.89% 不知道 所以只要找你貨 找你貨 找你貨 貨成一成 0.幾%的百分點 一個百分點都不夠 你想想 好 之後 今天賭股 特別 金界 看看 金界39100 金界39100 對 戒星 突然之間 這樣飆發 2.9% 咦 我按錯 嚇死我 你啊 娛樂 按錯 Sorry 是跌的 給大家一個驚喜 6.5% 是因為 中國將會定 跨境賭博 黑點 內地文化 和旅遊報 公佈 將會制定 跨境賭博 旅遊點 黑名單 採取 未來的 旅遊限制措施 我見 這些行業 都陸續出報告 好像摩通 他就說 因為針對的對象 集中在柬埔寨 一定是今屆的 非律賓 和越南 這些東南亞國家 也有機會 包括澳洲 等於全部境內 澳門是境內 他一定不會針對澳門 所以對澳門可能是一件好事 但對今屆人可能是差一點 純順都是這樣說 中屆人暫時避免 帶賭客去海外進行賭博 甚至澳門也是 他覺得澳門也會減少了 所以影響著VIP 會有些影響 但實際來說 當然因為始終你有這些 都是偏遠 但不是掉多 是偏遠 部份就跌得多 但我想最主要是 因為始終你這些 所謂賭博黑名單 或者害怕人出外賭 有什麼問題 感受當其中一定是 中間人 一定是搭馬仔 反正他們做生意 都會收斂一點 即是不希望在黑名單上出現 所以你收斂一點的時間 可能短線會令到 這份年 剛才提到澳門 可能他們的生意 都會有些影響 所以部分的 豪賭股 可能都是 低一點 近來澳門 是稍微弱的 對 因為他比較多一些 高端的中場 或者VIP 所以相對他受的影響 大家會覺得是多一點 但整個 豪賭板法的看法 其實我自己是可以的 我覺得另一邊 相對又要看 就是那個通關因素 昨天開始 廣東省都通了 下個月23日 就連傳中國 我想這些因素 其實對11那邊 是有點憧憬炒作的 所以我想整個賭板的看法 不算太擔心了 我想 只不過之前又 衝得比較急 可能今天藉著消息 就稍微整股一下 好 另外就幫一下 有位網民Andy 就問1951的 沒有貨上升空間多少 不過他有兩隻股票選 原來1951還是 什麼 還有哪隻 1951 還有另一隻 1579 這麼像的號碼 意外 兩隻很不同的東西 遺海 是不是破頂 121 差一點 昨天好像是這些位 對 現在 今早上126元 昨天也是126元 停了 又停了 現在縮上升幅 按圖 兩隻很不同 一隻就是做那些 醫療設備相關的 一個就是海底撈 相關的打火鍋概念 那為什麼呢 對 看價格來說 你說這些位置 遺海是挺貴的 但是走勢 遺海真的很強 對 你問到這個問題 我也是挺難回答 因為感陰似乎 北水沒有那麼愛憑 對 如果你看圖 看成績 短線炒座 可能遺海更厲害 其實不出奇 比感陰伸值不出奇 但如果你負負了高人 中線一點 始終感陰伸值 或者估值 相對沒有那麼貴 對 那就可能會好些 這個是感陰 對 所以好看就是 R&D究竟是短炒 跟圖炒 還是從基本面 可能中線一點 所以會有些不同的選法 所以 當然 中線來說 遺海不是不好 但只不過怎麼看 一點就是 估值是高 所以我覺得純粹是 跟勢去做 才會估值遺海 不然我寧願你選擇 可能感恩 會好些少 但走勢 10元是一個大的支持位 我想你可以定住這些位 做一些離場位 不穿的話 就問題不大 OK 我們再掃一堆的業績股 最近很多東西 很多 302 中手遊 中手遊 現在跌成1成 3.76 看看他的盤數 中期的純利 二年 升到1成 不太派中期息 那為什麼跌呢 是否有關於毛利率呢 因為事關於中期的毛利率 由原本的34.6% 減少到31% 即是減少2% 對 再看看用戶數量 平均的每月活躍用戶 其實增長到7.6% 而每個月的付費用戶 就是增加到1成1 而每個月的平均收益 類似Apple那些 就升過1到251.7% 那是不是真的關於毛利率事 因為他們現在正在開關 其實實際業務也不算太差 例如先提到手遊 最主要看幾樣東西 即是有用戶 付費用戶 Apple那些 起碼都是可以升 雖然升幅不是太多 這個可能令大家有少少 叫銀柱 始終過去這半年都經常說 疫情 摘經濟留在家裡 但是你的Apple 應該打多些機 應該打多些 或者給多些錢 你的Apple只升了1元左右 過多元左右 其實就不是太合格 所以這個可能是少少 令到股價跌下來的其中一個因素 以來就可你說真的無利率 甚至乎三年 我想始終本身關於股價的事 過去業績前 就幾枝羊竹 你看圖都知道 即是不斷衝到四個半這些位置 變成升了那麼高 去營利一個業績 但是大數只升了一成 又不是很大的增速 變成我的股值 就不是太吸引 變成今天就很明顯一些 可能之前追了的 覺得業績不是不對勁 就可能是沽一點 但是看法上 我覺得這隻我又不是那麼差的 當然也要看學生管理層 是怎麼說的 即是開眼控告 但是看法上不是那麼差 因為它本身旗下就多IP 它那個Pipe Line 其實遊戲都多 而下半年 其實它自己都說 是多遊戲會出的 所以我覺得 可以叫做再留意一下 即是如果接下來的股價 是落下三個半這些位置 附近的 我想慢慢站定的 其實如果再指望 接下來的遊戲出來的因素 其實到時是有個直播性的 但當然四個多當然不直播 即是落下三個多 我覺得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這個股份 不算是太差 只不過純粹是 即前股價升得太急 令到今天反映更多 這隻職後大跌 現在跌到9.5% 另一隻 差不多用手機的 就是美濤 它竟然是大升 沒錯 因為它升到1.2% 其實很久沒說過它 我接近放棄了它的狀態 其實應該也是 為什麼會升呢 因為它公佈完出來的中期虧損 就是大幅收窄了 由原本去年同期的上半年 本身是虧損3億7千多萬 但現在大幅收窄到 今年的上半年只虧損1千5百多萬 因為看著這個大數 因為看回它的每個月的活躍用戶 都只是升4.6% 其實都是大數是少了 但你說是不是真的這麼漂亮呢 其實不是的 因為其實你看到 Top9的增長兩成 在這些軟件 App 科技公司來說 其實本身已經不算太高出 而以來 Top9升兩成 但毛利也只是升1.5% 其實反映毛利率是下跌的 這個也是 其實實際的營利能力 不是相當那麼強 但可能當中毛利率之下 有其他的一次性入障 那樣東西 而令到虧損就收窄一點 那這個當然我自己 就沒有看詳情 但初步看 我覺得不是真的太好 所以如果有個股價這樣 我想你還是不是去追 我會有些保留 甚至乎你看圖都知道 雖然過六好像很硬正 但是上到這位 過八樓上 又不是太見到很多次 是站得上去的 所以我想現在才追 其實我拉回由上市到現在 就知道我為什麼放棄了它這麼久 立刻不用說 其實長期都在這些低位 都不知道有什麼抄 OK 講完 對 講完了 最後講完藥股 幫了家庭觀眾問1177 然後再討論石藥 因為石藥暫時在藍籌之中 是升最多的 先幫他1177 10元買 其實終生製藥明天就會出業績 其實他就比石藥的位置差 但是他去到這位 一來就在100天線附近 八個八左右 而二來 剛才提到他明天都業績了 不妨就捱上他 如果業績的對板 而令股的手都在100天線樓上 我想到時候 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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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其實那個勢就差了 因為就更加之差 因為其實你看到整個頂 就是矯正九元八個八至九元 至到上面十一元 整個區間在上面圓頂 對著那裡 所以這些位置穿就更加小心 所以剛才提到要等業績 但如果業績之後 看到不對勁 是明顯打穿八個八這些位置 我想你怎樣也好 考慮走才會好些 嗯 而且我留意他最近 其實對於那個業績 沒有什麼太大的憧憬 即是你那個圖也是繼續向下 還有是不是說社羽 對啦 社羽厲害啊 厲害啊 那你剛才也看到了 他已經派紅股 還有有一個中期式 中期式 這個是挺意外的 對呀 完全猜不到 那他中期的順利就多賺兩成三 其實大數也好 還有他旗下都多藥 當然是上市 所以這個也是那句 就是你多派藥 多藥 還有多創新藥 大家會覺得他的利潤空間會更加之強 因為其實這次除了大數升兩成幾之外 無利率也是升的 那這些都是一些加分的地方 除了派紅股 派息之外 所以我想整體來說 當然媽媽生未出業 即是不知道 但是二分出來算 其實真的算幾個驚喜 那我覺得股價 即是繼續站著 比如16個半樓上的話 看回就可能去年 即是19年年代的高位 矮近18元 或者高一點 做回可能這一站的一個短期目標 但是去到這個位置 又開始想 那一定先頂一頂 始終你昨天都一大棍上了 但是如果剛才提到 如果不下降到16個半樓下 我覺得都是向上的機會升大一點 好 看著市場 還在下跌200多點 最新下跌279點 好 看看他尾市會不會 都說沒有生日快樂 是 都是我 反正我走了就上了 最多 通常我們做完節目10點多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對 大陣子不同了 回到公司的指數會不同 跟Henry也是這樣說 真的 不知道他10點多之後會移動 永遠都是在乘車的時候移動 10點多才有明確的方向 沒錯 現在的指數25200點附近 多謝Rafi 現在跟大家繼續跟他說 生日快樂 多謝 生日快上 拜拜 再見 講大陣子